待用餐款 待用餐 對... 一邊接電話 一邊忙著備料 老闆手都沒停過 這是為了要讓受災民眾來店裡 能立刻吃到熱騰騰的豬排飯 而這些餐 通通免費 不需要任何證明就可以來吃 因為有些人就是 慌慌忙忙的跑出來 然後加一回了 接到台南 災情嚴重 這家豬排店老闆在臉書表示 只要是地震受災戶 不管家裡是否在最嚴重的台南 都可以免費吃飯 直到經費用完 讓大家直呼超有愛心 立刻湧入大量捐款 更有民眾親自前來 還有其餐多塊 不管 這個待用餐款是長期性的 所以才說請大家不要一頭 全部都要把錢捐到我這裡 就是要 如果要捐 就是你要放長期性的捐法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才短短一天 善心經費迅速增加 老闆趕緊再PO完 感謝大家熱心捐款 但因為金額已經足夠 除非是認識的朋友或客人 才會收下愛心善款 希望大家把錢捐給更需要的單位 所有捐款也會公開讓大家解釋 等到他們生活都安頓了之後 有車子可以騎的 我很歡迎他們可以來這裡用餐 就是免費供應單用餐款 由於店家離售災區 還有15分鐘車程 售災民眾可能不會馬上過來 但老闆想盡自己一份心力 讓受災戶接收到暖暖的愛 記得陳文娟 蔡信芳 SNJ小組 台南報導 很 slide 骰 激 萬 萬 谢谢观看